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在台面下推波助澜 即使习近平登上国家主席大卫 和江泽民集团的战争却从没停过 属于江派胜利的香港成为斗争中心 习近平想插手香港事务 但中央港澳工作小组四任组长 有三任都是江派人马 首任组长曾庆红 更尘是中共特务体系大总管 9号游行示威当晚 中共权力中心中南海就爆出两极意见 之一是张派捣乱 以险习近平无力控制局面 也逼得习近平不得不说出 香港情势有失控危险 我们多次强调 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 也是香港回避后 保持长期反忠稳定的最佳制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 取得了几次瞩目的成功 故且不论政治斗争 从2014年的渔散革命 和宪政进行中的反送中游行 到狂战高掌 公宅争议 抢物资 抢疫苗 一国两制全部成功 明年人都看得很清楚 大约新闻 中央报道